既然呢今天我们聊的是港姐 那索性呢就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几个风华绝大的港姐吧 最美貌长青奖 赵雅芝1973年港姐第四名 1973年是无限时代第一次港姐评选 当年天生丽智青春可人的 同中小姐赵雅芝因回答思议问题时 过度紧张表现欠佳于冠军擦肩而过 只得了电军第四 不过正是这位第四名开创了无限港姐的风光时代 内地影迷初识赵雅芝是在经典的香港电视剧《上海滩》中 此外他拍摄的《楚留香》《新白娘子传奇》 《精华烟云》《细说乾隆》等剧也风靡一时 直到当下很多人看《白娘子传奇》 还是直言更愿意看他那一版 而且红颜易老这句话在他这里似乎是失效了 当同一代的美女们都已经不好意思 再美丽下去的时代 他还是那么美 如今他的儿子都已经成帅哥 他还依旧美丽 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Begin сейчас 你看 我就